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要读的每日灵修是在3月13日 星期一,主题经文是 有权柄胜过敌人一切的能力 看啊,我已经给你们能力 可以尖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路加福音10章19节 英王签订本职义 上面的经文中两次提到了能力这个词 但他们的意识并不完全相同 在第一次提到的地方 他说,看啊,我已经给你们能力 它是从希腊文 Exosia翻译过来的 意识是权柄 第二个是来自 Dunamis 希腊语 意识是能力 才能或工作 耶稣给了我们绝对的权柄 使我们能够战胜对手的权力 能力或作为 权柄和能力之间是有区别的 让我们以你们国家的总统为例 以他个人的能力 他无法抵挡他国家的军队 但他背后有国家的权柄 当他对他的武装力量或军队行使最高指挥和控制权时 他们就必须服从 整个武装力量所拥有的所有作战武器 都听从总统的命令 当他给出一个指示时 他们有义务服从 他们有能力 有分量和物质 但从总统有权柄 权柄改变一切 敌人拥有或能聚集多少能力或势力并不重要 你已经被赋予了在耶稣的名里 战胜他的权柄 圣经说 他的名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统治的 和一切军权的头衔 不但是在这个世代里 而且在将要来的世代里 以佛所书一章二十一节 为茅斯新月之一 哈利路亚 当这同一位耶稣告诉你 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 十 你最好相信并照此去行 请看他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中 告诉我们 小孩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胜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他 比那在世界上的他更大 多么荣耀的信息 难怪诗篇作者肯定的说 主是我的亮光 主是我的拯救 我还畏惧谁呢 主是我性命的力量 我还害怕谁呢 十篇二十七篇一节 你在这个生命中没有什么好怕的 每天都要在耶稣的名里做王掌权 哈利路亚 宣告 我在基督里的权柄是完全和绝对的 任何邪恶 魔鬼或黑暗 都无法抵挡 我与基督同坐 远超过执政的 掌权的 以及与撒旦有关的一切 我胜过环境 做王掌权 哈利路亚 大家都可以参考以下的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菲利比书二章九到十节 以佛所书二章六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领袖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 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tnimsia.gmail.com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圣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订阅